大家好 再介紹一次 我是世新大學公廣系 公關跟廣告 大概介紹一下我是世新大學 大家應該到公廣告 到公司裡面去做 舉例新發生的一些事件 我就幫他做偽基礎 就是公關做的 廣告系就是像之前看到的學年 你可能幫他做第九頭的影片 或者是TVC的東西 廣告電視 那今天我想要談一個主題 其實是因為我現在是大四生 那我現在生一年我就要畢業了 那目前對我來說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課題是說 我在出社會的時候我想做什麼 這件事情它不是 一個工作或者是 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那就是想要讓大家在 可能聽完我分享前 先知道說就是大家你們是怎麼看待長大成一件事 那之後我會在 講完四個實習經歷之後 再跟大家講說 對我來說這件事的意義是什麼 在我開始實習的時候 是我要當二生大賽 促成我開始想要實習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那時候參加了焦點的活動 那時候去玩焦點的時候 這邊有個Flyme的實習生在台上分享 一個Flyme是群眾布置公司 他在台上分享 那我就覺得這件公司還蠻不錯的 有點興趣 可是那時候 我在會後跟這位實習生交流的時候 發現說其實Flyme需要的人 好像我的條件都不符合 所以其實那時候有一點覺得挫白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思考說 自己答應大家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以及未來是否有一件事情 是我可以去突破 或者是 不再是做一樣的事情 那 開始讓我覺得說 其實人生好像不是真的 一切都自然能過就好 所以那時候 提到在學校去辦一些 細學會的東西 或是參加一些營隊的東西 那我第一間公司 是因為我其實原本想要選的是 一樣是外面廣告 外面廣告算是我的第一公司 可是那時候 因為其實當公司的履歷上面都 因為其實台灣的娛樂 有太過便平化的制度 大家應該看過 104廣告的一支 那 就算我可能做過學校很多計畫 做參加比賽 而且對他們來說 那其實不太算是 有什麼任何的意義 所以 我在投的時候 基本上是沒有上 那時候選擇新創公司的原因 是因為新創有一點好 是在於說他們 其實沒有太過care的經歷 特別加拉 特別加拉 那可是有些大部分都是不太care 他反而注重的是在於說 你對這件事情自己的看法 或者是說 你的個性如何 適不適合我的公司 就像我那時候在 因爲Live Housing的節目企劃行銷 Live Housing是台灣本土 最大的直播品牌 那大家應該看過 他這裡有透過一個蠻紅的節目 叫做 航行出狀元 就是 航行是捧神 他在裡面去做主持人 那去跟一堆正面 叫 你好 這樣我按照會想看 那我在裡面主要做的是 比較先 遊樂性質的節目 那時候他面說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點 是在於說 因為直播的東西 不是學校會叫的 那所以他會問我 就是說 你平常會看你的直播 你對直播有什麼看法 你對我的職務 職務 節目 你對我們的節目 有什麼樣的建議 他問的方式會表現 我平常是 不是你在學校裡面 可以告訴你答案 而是你自己要去上門找 可能他之前創辦 有什麼東西 一定是專欄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些 都無需了解說 這個產業是不是 你想進去跟他們一起慢慢看 對 那在這裡面呢 我比較想要講的是一個故事 是 那時候其實在拉到信心 我們第一個時期 那時候進去之後 他打破我們都想想了 因為大部分學校講的線上行銷 就是低速度Event 都是教FB 就是可能FB要怎麼做啊 要跟大家互動啊 群眾想要聽什麼 要講給大家聽 都講這種比較理論的東西 可是在Live House Inc 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 因為很多都用是新鮮的東西 那我就是照著公司的表 就是這樣 繼續學習下去 可是那時候其實在快半年 因為我跟Live House Inc 是千月千半年 那我那時候想要離開 要離開Live House Inc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裡面一位正職 在聊天 那那位正職呢 就是在跟我聊天的時候 我就說 因為那時候我其實就想要應徵FlyMe了 因為畢竟已經有一個機會了 我一開始想要應徵FlyMe 只是受阻 那我就來Live House Inc 那Live House Inc 算是在FlyMe那邊都聽過人 所以就是在我的 履歷跟作品的基礎下面 我可能可以申請上FlyMe 所以那時候我在跟我們 Live House Inc的正職 聊天的時候 就聊到一件事情 是他有跟我說 你當初進來FlyMe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目標 可是其實那時候 我 就是如果講白話一點 比較像是電流利 就是說 我找了一間還不錯的公司 那他一定接受現在的我 那我跟他一起期待 這是比較積極的說法 那消息的說法 就是說我是來電流利的 那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有一點遺憾的一點 是說在這六年 這半年的實習過程中 我原本有個機會是可以接 出狀遊的獨立節目製作 就是說 有兩個集就是獨立給我製作 節目規劃也是我做的 那可是那時候 因為我才高級三個月 我覺得我沒有學過 那我又不了解 所以我就拒絕說 就拿哈哈的把這件事情 就拒絕掉了 那可是後來在禮拜的時候 我就還會想說 那我在這範圍道裡做什麼 我覺得還是有做很多 好好的節目 因為可能像 我會協助一些製作 或者是他有一些新技術 我可以去玩 可是你會知道說 你在這裡面其實是 比較消極的狀態 所以小時候的各位本書 大家應該都知道 因為是給準備好的 可是在這裡面 我學到的是說 他卻不是一個 你去學機會的好理由 對 那下一件是 Flyme的專案顧問 我到裡面 他顧問的意思就是 在這邊做專案管理 廣告創作 那種事物行銷活動 那他現在老頭都貝格放大 就是他跟貝格放大 他做事比較不一樣 是貝格放大 是比較偏做內容 是放大處理一切內容 可是Flyme是比較偏 算是流量 就是我怎麼讓這個東西 順利被噴毛出去 那在Flyme裡面 這個是我非常喜歡 Flyme裡面一點 是他們現在公司 對他們自己公司的定位 是說用你做的事 定義你的生活方式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很喜歡就是 跟我之前在看一部電影的時候 也很喜歡演句話 因為那時候已經大三下了 那你會在思考說 你未來人想要做什麼 或者是 我到底要怎麼去看待 我未來要做的事情 因為 maybe知道你未來人要做什麼 可是你不知道你是用 什麼心態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未來可能 我要做好的房子 我想要生到這個經歷 有做成就感的事情 可是你不知道 你生到這個經歷 到底是想要用 就是你想要去完成什麼事情 必須你造達這個智慧 你這種感覺 對所以 這句話是我自己一直在提醒自己說 當我要做一件事情 或者是 我在 要去決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會去思考 是說 留下時間我就成為什麼樣的大人 就是如果 我未來要成為什麼樣的大人 並不是只是說說 而是應該要去做 對 好 那下一件是 一眼上的報告 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 它是在 內部的一間本土報告商 那目前的情義三年多而已 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裡面的員工 都是澳媒的過去 因為這間公司 都澳媒比較不一樣 是這間公司的創辦人自己 他就是比較直接 有錢的案子 有錢的案子就是 不是比賽的案子 大家應該叫4A比賽 就是廣告的比賽 那去評他的創意 然後是他的結構 那這個就是有錢 就是說可能很多廣告商 就是要賺錢的話 就會做一些促銷廣告 那就會比較多片那種 那這間公司就是 就是學習到公司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在那邊拆一個 因為我就離職了 因為 就是 覺得好像理念不是很好 就是我那時候 在完成新創之後 我就想說 那 也在翻譯裡面 他會做到前端的東西 跟後端的執行 那其實有廣告公關 其實前面比較變廣告 後面比較變廣告 可是我後來發現 我還是比較喜歡廣告 那既然我現在覺得 新創作我有興趣 可是我還沒有確定 廣告對我來說 還是不適合選擇 所以我覺得我選不到這個地方 來試試看 那在選這一家的時候 想說分圖上 因為 我還蠻喜歡新創的編制 就是比較扁平 那這間公司 它其實也是比較扁平的制度 它沒有分那麼多成分 所以我想說 這樣我在裡面的工作坦 是不是比較大 可是我後來就是 進去之後發現說 其實 就是這間公司它的編制 或什麼其實 表面上不一定看得出來 你自己進去之後 你其實才會知道說 你想要做廣告 可是一個環境 對你來說也很重要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 一個月就離開 這間公司 其實對你的編制上來說 其實是不太好的事情 下一間一定會問你說 那你為什麼一個月就離開了 那你就一定會回答 他說 可能我哪邊不適合或什麼 那他就會針對你這個問題 再問我說 那你下次老公司 你不知道我這個問題 那就不會離開 就是他會 如果半黑臉 他就會問這種問題 對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自己次回答對方 就是說 就是因為了解自己是 容易受到環境影響 所以我才更需要 盛選環境 好 那我剛剛問到 這個問題 就稍微廣告問問了 他超愛問問 他 我當時進去都是 做四關事情 第一關是 電話面試 那第二關是 小作業 第三關是 HR面試 第四關是 主管面試 那時候呢 那個 第一關的HR面試 真的 因為HR面試有夠兇的 他就會問說 什麼 你在那邊不適合 那你怎麼知道 他們就適合你 那你覺得你在那邊 上面不適合 比如說你剛剛工作的職位 跟飯的時候 他們裡面不適合 那如果你在澳門 你到底要討好嗎 就是 然後問這種超應的問題 然後我就 好 反正就未問未問 就過去也死了 那在這邊我覺得 因為我現在在這邊 才實習一個多月 那 我在這邊才實習一個多月 所以其實也不好去講什麼 可是 就是 最近剛好前三天 就是有一個 蠻好的事情發生 是 因為 就是跟其他人一起來 就是因為我們這一次 錄取了四個實習生 加我包含的是四個 那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 是在說其他人 可能都已經在其他 4A廣告做過了 兩個月 賣卡 或者是智威做兩個月 那來到澳美 接續實習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一點 是我從新創到澳美廣告 那在這邊的話 我會覺得很特別是 因為跟上一間公司 一比到下來 就會感覺到 其實這間公司 他用什麼樣的心 他去做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因為 你想一看 是你想做的某些事 你想宣揚 你想通過廣告 這種在 比較有影響力的表達方式 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是用什麼心態 看看你的想法 他有沒有辦法聽你的意見 這件事情就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 像很多人都會覺得 產業都在 就廣告實驗是騙人的 那我覺得 其實我們可以 少在一點有些公司 去看這件事情 就像 最經常我觀察到 有些新創公司 會選大公司的人 好像沒有很有夢想 然後就是 大公司的人 會覺得新創公司 好像沒有影響力 那種感覺 我的時間好像 我以為我好可怕 那我直接用不答案 就是 就是我覺得成長的過程 是我在大三的時候 其實一直有覺得說 其實我這麼有目標性 就是如果好人是其實也不錯 就是 我比較不會有那種掙扎 因為像我朋友就會說一句話 說一句話 他說 他在出社會 他在畢業的那一刻 他可能就已經死了 所以他會有這種 覺得好像還一進社會 就會被迫同學很多事情 可是我自己是 在新創 又到一百公司 又到大公司 那種想法 是其實很明顯的時候 一個沒有那麼商業 到一個很商業的一個階段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出社會 對我來說 長大成的意義 它其實是一個過程 算是一個流行吧 就是 你怎麼在一個自我認同 你 會喜歡的那個自己的樣子 跟社會期待中的拉扯這個過程 那 大家好 就是有時候 我也會有這種挫敗的時候 就是放棄某件事物的時候 那 我會覺得說 欸 我會覺得說 其實 我比較不會那麼 那麼介意我之前失敗的原因 事實上是說 因為 因為你自己 你自己知道 我自己會去盡量的了解一件事情 是說 當我在放棄我的事情 中間的那個掙扎的過程 當我有掙扎 代表說 我一定有一方 在跟那個商業的那個 那一段去做拉扯 那那一段就是我的初衷 那 如果我在這一塊 拉扯的過程當中 我有感興趣到這件事情 那至少 如果我真的有被迫妥協 某些部分的話 我可能比較好 依靠我自己 或者是比較容易釋懷 那才有一種繼續前進的動力 所以 在最後的時候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話 是說 人生沒有完整的路 每一步都算說是 你中生在今年 New Balance 你講過的一句話 就是你有時候 你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像我做公告 那我算就是 到了一圈好像還是回到原點 可是至少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是哪裡變 用什麼心態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 嗯 就是想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不一定真的 就只能 看著別人 看著別人想要做的事情 重點是 你自己是用什麼樣的 而是其他人之間 好 那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基因的分享